这谁真可怜可怜我呀 给我点钱 让我去买点药 小伙子小伙子 你干什么呀 不是年轻人 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太婆吧 我的腿疼得厉害 走不了路了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呀 不是我说你这老太婆啊 你装什么呢 你要钱就要钱呗 还腿疼 我看就是个骗子 我没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就可怜可怜我吧 行了老太婆 像你这样的骗子 我在网上可见多了 你呀 就是拿别人的同情 当你赚钱的工具 我不是骗子 好了你闭嘴吧 你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挣钱有多难 一天才挣一百块钱 你在这坐一天 你怎么挣好几百呢 我告诉你 我呀 这就把你给拍下来 发到网上 让别人呀 都不给你钱 打骗子 我说小伙子 你不给我钱就算了 你怎么还能这样对我呢 这今天是母亲节 正好赶上周日 我给领导请了几天假 这前段时间一直工作忙 也没有时间回来 不过我媳妇说 爸妈照顾挺好的 我这次回来 没给他们打电话 就是给他们个惊喜 来 小伙子 小伙子 你醒了好吗 阿姨 你怎么了 来来先起来 我的腿疼啊 来来我先扶你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阿姨 阿姨 给我点钱 妈 这 怎么是你呀 你怎么在这儿乞讨呀 这怎么回事啊 儿子 你可回来了 妈的腿疼 没钱买药 这蓝蓝啊 就让我出来乞讨 什么 蓝蓝让你出来乞讨 这不可能 我每次给她打电话 她都说把你照顾得很好的呀 这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呢 咋说 这蓝蓝呀 她都是骗你的 其实 蓝蓝 蓝蓝 你干什么呀 妈的腿疼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呀 我去买点药 找我要钱 你可真够可以的 自己不赚钱 找钱找我要钱 你怎么想的 蓝蓝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 这妈就打算这一个儿子 你是我儿媳妇呢 我不给你要钱 我跟谁要钱去 你也说了 我是你儿媳妇 你又不是我亲妈 凭什么管你啊 就敢有钱 我也不会给你 蓝蓝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如果你不给我钱买药 这以后我这家里家务活呀 我都干不了了 老太婆 现在长本事了 都敢威胁我了 我告诉你 你的腿别说是疼 哪怕就是断了 你爬着也得过去干活 蓝蓝 你和大帅 这每个月呀 在外面挣的钱 都给你打过来了 你就给我一点吧 大帅打的钱是让我花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你个老不死的 蓝蓝 这大帅走的时候 你答应他要好好照顾我的 你是不是傻呀 我不是想说 你儿子能在外面安心工作 那好好挣钱吗 老太婆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想治病 行啊 自己出去挣钱去呀 我去哪挣钱呀 我这么大年纪了 活那么大岁数了 就不会动我脑子 哎 我倒是想起来了 你不是找不到挣钱的地方吗 我给你找个好地方 在这儿等着 妈 拿着 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啊 还看不出来呀 拿着这个盆 这么好啊 配上你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说不定人家 就会给你钱了 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乞讨 对 老太婆 现在正是用到你挣钱的时候了 一天要不到五百块钱 你别过去你家 五百 对 要不到这么多钱 你赶回去你要把你吹下去 快点 走啊 蓝蓝蓝 之前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出来乞讨了 什么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妈 这蓝蓝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儿子 你要是不相信 我带你回家 你再没时候等着 看蓝蓝是怎么对我的 行 妈 咱们现在就回家 来 慢点 来 妈 慢点 小心 抬起 你先在这儿等着 我自己先回去 行 妈 你先进去吧 慢点 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看多少钱 一分钱都没有 那你出来干什么呀 蓝蓝 今天 我今天天气太热了 这根本都没人 我去哪要钱去啊 你挺娇气的呀 这才几月份啊 天还没到这儿的时候呢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蓝蓝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我也没办法呀 你看我的腿又疼 再加上我也没吃饭 我哪有力气 再去乞讨呀 老太婆 是不是这几天啊 我给你好脸色了 你是不是忘了我的本事了 蓝蓝 就在玩求你了 你 你别让我出去来好不好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出去要不要钱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你就让我在家休息一会吧 不去是吧 行 抗击的门打你 快走 拿坐手 你干什么了你 你敢打我吗 妈 你怎么样了 大帅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回来了 我要不回来 我能看到内幕 你可真行啊 这我不在家 你就这样照我吗 你这是怎么了 一回来怎么就打我呀 我不是把妈超过得好好的吗 你现在还给我狡辩呢 这我回来的时候 碰见妈正在乞讨 这她怕什么都告诉我了 我真没想到 我让你在家 好好照顾妈 你就这样对她 杨兰兰 你那良心的被狗吃了吗 大帅 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还误会你 你当我眼瞎 这刚才我都看到了 这刚开始 妈告诉我 我还不相信 我没想到 你的心啊 既然这么狠 还动手打她 杨兰兰 我问你 这我妈腿疼得不舒服 你为什么 不让大家买药呢 这我每月给你那么多钱 你跑哪去了 你什么你啊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现在是不是嫌弃妈年纪大了 不忠用了 你就开始厌烦她了是不是 你别忘了 当初你进门的时候 妈是怎么对你的 自从你来到我们家门 这妈什么都让你干 这家里家伙都是妈干的 什么好吃的 都紧着你一个人吃 一个人喝 就这你还不知足呢 你生病的时候 我婆在家 是我妈在院里 忙前忙后 给你看病 守护你 床头床尾的伺候你 要不是我妈 那么长时间基因的照顾 你会好得这么快 还有 你作业的时候 咱儿子闹 是咱妈 每天帮着你看孩子 这孩子 都是她抱着 她有让你抱一下吗 她觉得你生孩子很辛苦 是我们家的大工的 所以啊 这家里什么事 都不让你操心 你现在就这样对吗 你还又没有良心啊 杨蓝蓝 我告诉你 这咱们呀 也有老子那一天 咱们孩子也会娶媳妇 到时候 咱们儿媳妇也这样对你 让你出去习讨 你是什么时候呀 大帅 我 你什么你啊 既然 你容不下我妈 那这个家 也容不下你 咱们俩离婚 你呀赶紧我滚 大帅 我这要做了 错了已经晚了 我走 快点 大帅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能因为妈 就把这个家给散了呀 妈 她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想说话干什么呀 妈也知道 妈老了 没用了 在家 除了给你明天麻烦 也帮不上你没什么忙 你还是别跟蓝蓝走了 妈走吧 我回老家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妈 你别走了 我知道是我做了 对不起 我是你儿媳妇呢 你之前对我那么好 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我应该好好孝顺你的 不应该这么没良心 妈 刚才大帅说的对 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现在你老了 是我应该孝顺你的时候 你别走了 我向你保证 以后 我肯定会好好对你的 蓝蓝 儿子 妈不怪蓝蓝了 你看蓝蓝她都知道错了 行 蓝蓝 我看在妈的面子上 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以后再对妈不好 我绝不容你 绝对不愧了 大帅 你就放心吧 什么都没吃饭 你赶紧做饭 行 我现在就去 妈 这等一会儿 咱们吃完饭 我就带你去看谁 好 好 好